其实专业人员来讲就是我们用气在打球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时间或者是包括我们这个 整个的高水平竞技的这种能力就会强 因为我们整体打球的时候 人呢就是上下的呼吸是非常重要的 我跟大家用比较简单的方法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在用气息的时候 并不是说我们在接触球之前吸气 拉球之间呼气 或者是之前就是呼气或者拉球之前吸气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吸气和呼气的过程 我们只有一个并气的过程 但是我希望大家在运用这个方式的时候 就是也是要因人而异按照自己的气长气短 因为所谓什么叫并气呢 就是我们吸一口气进去以后 我们把嘴闭上以后 我们把气并在我们的丹田和胃之间 就是肚子这个位置 那我们其实并气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自己身体的肌肉紧凑起来 整个人是并住的 因为乒乓球是一个快速运转的项目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项目 一个球基本上是在多回合 也是在10秒15秒之间就会结束 所以我们在一个短时间里 让自己非常快的发动起来 或者是用最快速的技术动作来去做的时候 我们肯定要是并住一口气 所以我们在这个并气的过程中 我们要把气就是并到 就是丹田到胃之间 这个肚子腰这个位置 那我们在并气的时候 我们腰腹也是并住气的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调整气息的时候 尽量的去规避 不要去呼气吸气 呼气吸气 这种非常频繁 包括我们很多业余球友 喜欢打球 发力的时候 喜欢发出声音 每一个球都发出声音 其实这样的话会有损我们整体打球的一个气息 那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吸一口气 把嘴闭上并住这口气 开始我们来训练 开始再去打回合球 包括再去拉球 都是一样的 连续拉都是要并住 所以我们会训练 如果我们肯定能随着 我们应该不能切你 回去 translated 谢谢 谢谢